每年我每年都看待这个梦茄 因为有些非常有趣 关系到我当时的梦茄 因为我当时的梦茄 我们在夜晚走到梦茄 带着梦茄 夜光下 提灯笼 绕着回教堂走一圈 这里是五级芝麻一带 巴亚维回教堂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中秋节庆祝会 主办机构是新加坡回回文化协会 我们希望体现新加坡的精神 我们新加坡你看到了 不同种族不同信仰 我们可以坐在一起 我们可以好像一家人这样 兄弟姐妹这样聊天 大家都坦诚相对 而且互相尊重 就是求同存异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意义 出席中秋庆祝活动的人士 包括各种族的回教徒和非回教徒 以及宗教团体的代表和领袖 本地马来族演员苏海米也在现场 中秋庆祝活动的人士 他说是中文鲜 为什么我们持有中文鲜 因为你放入热灰 然后你灰在暗中 你移动过来 Kampong是很暗 他们没有街灯 我得到尝试 因为一位我的朋友 是中文鲜 他做了这个哈拉麦蛋糕 然后我吃了它 我说它挺甜的 然后我喜欢在里面 我喜欢塩蛋糕 活动上也有不少 游艺工们烘焙的 哈拉清真月饼 出席人士认为 不分种族 一同庆祝佳节的场面 让人动容 红焙师兰桂如 2010年开始售卖月饼 他在2015年取得哈拉认证 但当时市场的需求不大 所以两年后不再申请 去年他重新申请 是因为发现到需求增加了 我们就突然间就有很多客人 就一直要我们拿回哈拉 因为他们想要送礼 要打去学校 因为很多小孩子 也是有过敏的问题 所以我们讲说要拿进学校 学校需要哈拉 然后我们就讲说 要不然反正我们的材料 都没有变到 我们不然去试试看 可不可以apply for哈拉 上门的顾客表示 要找到清真月饼并不容易 我太太是个马来人 所以她也因为 可能跟我在一起的印象 她也开始喜欢吃月饼 所以她每一年都很期待 一到中秋 她就有机会吃到 六年前当我转成回教徒时 就发现市场上的 哈拉的月饼不是很多 所以变成有点难找 可是这几年 就开始比较多间高饼店 做月饼 有些哈拉的高饼店 或有些他们专门月饼 是哈拉的 或者是素食的 蓝桂如的丈夫 堪南是印度族 每年中秋节 夫妇俩一定会陪孩子 提灯笼 欢度佳节 堪南第一次接触月饼 是为了送礼 给桂如的父母 我们第一次接触月饼 他们问我自己 我经常买月饼 给她父亲 我经常买月饼 她喜欢月饼 然后询问 不同类型的月饼 在那里 我经常买月饼 以前我的老公 她不知道这个中秋节 她的来源 跟来龙去买 然后为什么 要买月饼 给父母亲 跟她讲解了之后 她就会特别的 就是去买 她觉得我爸爸 会喜欢的月饼 她是很骄傲 她觉得每一年 她都买到 我爸爸很喜欢的 小小的月饼 承载着浓浓的亲情 也勾起了一段 有趣的回忆 第二胎 我就非常喜欢吃甜的东西 然后刚好就到 中秋节这一段时间 我就很渴望 要吃那个月饼 因为一年一吃的东西 在那段时间 短短一个月 我吃了十二粒月饼 所以生出来的宝宝 也是像月亮一样 月亮是要很圆 每逢佳节被私亲 蓝桂如 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 因癌症而造势的母亲 那时候她五十岁 过生日的时候 是在医院 庆祝这个生日 虽然讲我是已经开业了 会做蛋糕 但是我不会烘 她可以吃的蛋糕 因为医生指定 她不能吃糖 也不能吃奶制品 因为她有化疗 这个蛋糕 她是完全没有吃到的 所以她去世之后 我就有一点内疚 我觉得好像没有 真正地进到我的心意 我想要做的蛋糕 是要做健康的 到底能够做到很健康吗 像我妈妈可以吃的蛋糕吗 为了弥补遗憾 蓝桂如开始研制 妈妈生病时 也能吃到的健康糕点 她制作的月饼 多数无蔗糖 也有一些是素食 和不含过敏物质的 让不适合吃 普通月饼的公众 也能解馋 甜的东西 也是可以做健康的 我今天选择健康 还是不健康 以后它会影响 我们的身体的哪一个部分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今天我选择了健康 这个就是做了第一步 所以因为有孩子的我 我希望我可以活得更久 希望他们结婚的时候 我会在 因为我结婚的时候 我妈不在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月饼口味年年变 中秋浓情永相连 今年中秋 愿大家团团圆圆 共度美好佳节 我记得 这两个人 都不幸运 这个换肉 这个换肉 我已经觉得